索尼X90K的画质变化很大 甚至替代了X95系列的传统的液晶旗舰的定位 嗨大家好 我是真相实验室的小春哥 2022年是索尼产品系列 调整比较大的一年 虽然入门款的索尼X80K 我们给它的整体评分并不高 但是X90K还是让我们感叹 这次90系列的牙膏算是记爆了 这台电视我们的购义价格是 6999元 55英寸XR认知芯片 4K120帧的刷新率 全阵列背光 多声道屏幕声场 如果在去年 大家一定会感叹 这样子让X95系列还怎么玩 当然在今年X95系列 不用替它着急 它已经不玩液晶的普通分区了 它的背光已经全面升级为迷你LED 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今年的X90K就是液晶旗舰的定位了 画质上有没有超越 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性价比 那就让我们进入评测 作为PS5的御用搭档的定位 Sony X90K被Sony定义为游戏电视 外观上现在整个电视行业都在打无界的概念 那索尼走得更加的极致一些 比如说屏幕下方索尼的大logo被转移到了左下方 还进行了熏黑的处理 不离近根本都看不到 为了降低除了屏幕之外的其他部分的存在感 索尼还的确是费了不少的心思 既然是液晶旗舰级别的定位 那多支架摆放的方式这次也被安排上了 支架的材质也升级为全金属 造型也变得更加的纤细 那只要改变底座螺丝的位置就能够调节屏幕的高低 下面放一颗Soundbar或者是蓝光碟机就看你的选择了 这些年科技企业必须是刀法精准 所以这台电视它的边框背板纹理的设计材质的使用 和去年款的Sony X90G比起来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完全一致 那这个绝对不是学别人 是索尼的老作风 还好遥控器是2022年的新款 当然因为今年我们还没有评测到索尼高端的产品 这一款遥控器是不带背光的 逼格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比起上一代来 它简直是舒服的妈妈 给舒服开门 舒服到家了 接口也是一样 两枚满血版本的HMI 2.1接口 两枚HMI 2.0接口 因为HMI联盟的骚操作 明年的大家肯定就不会这么老实了 都会把接口标记为HMI 2.1接口 所以明年看我们的评测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说过 今年X90G是来接班X95G的液晶旗舰的定位的 所以在分区方面 55英寸48个分区 65英寸60个分区 相比起去年的索尼X90G 55英寸的24个分区来 加量还是比较足的 当然你换个角度看 X95K已经升级为miniLED了 那X90K就自然变成索尼的最强液晶了 也就是说 X90K和去年的X95G 都是索尼传统液晶旗舰的定位 面板上采用了华星光电的8斗的VI面板 120Hz的刷新率 这款面板的屏幕均匀性是不错的 但是它的可视角度是一般的 采用这块面板在运动补偿方面 索尼明显是做了优化 画面会比之前更加的流畅 不过破损也相应的增加 其实清晰度在X90K上是可以单独调节的 但是它采用的是插黑帧的方式 亮度下降不错 看的时间长了 还会加速眼睛的疲劳 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清晰度调得太高 而且在这台电视的抗炫光方面 X90K甚至不如X80K 强光照射在屏幕上 彩虹光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说实话 这可能是一个劝退的项目 插黑帧加上抗炫光 眼睛敏感的朋友 选择这款电视的时候需要慎重一些 好 那这台电视的画质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规格是上去了 亮度都已经超过去年的X95G 现在模式的时候 X90K的SDR亮度已经达到1153尼特 位于我们SDR最高亮度排行榜的第二名的位置 HDR峰值亮度在标准模式10%窗口的时候 达到了1555尼特 同样处于第二名 这样就让这台电视的原生静态对比度达到了6500比1 那对比起去年的X90G的5689比1 足足提升了15% 排在我们对比度排行榜的第8名的位置 而且色彩方面 电影模式下 P3的预校准色域覆盖是94.57% 色准平均data一直3.87% 校准之后 色准平均data一直甚至可以达到1.1% 而且校准前 伽马值是1.875% 校准后是2.205% 所以应该来说 面卖规格是妥妥地超越了去年的Sony X95G的 但是调校上还稍微的差了那么一点 实际的体验 亮度 色域的改善 对于画面中肤色 饱和度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在我们画质体验测试当中 小姐姐一化妆 那对比起去年的Sony X90G来 简直是用了另外一个色号的粉底 整体画面的呈现 画面的色彩艳丽 亮度 对比度的改善都是一眼可见的 当然 亮度和对比度的同步提升 让暗场画面也有所改善 同样的偏圆 全球的画面在呈现高一致性的同时 出现了更多的细节 比如说 这里洋葱骑士的左半边脸 90钩基本上都丢失掉了 而90K交代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还有这里 黑龙喷射出的火焰 能看到90K的亮度要明显稍高一些 但是亮度的升高也带来了一些缺点 就是因为亮度过高 而分区比较少 就带来了光运的现象 所以应该来说 Sony X90K 单从画质上来讲 已经达到液晶电视旗舰级的水平 当然 这个仅限于普通液晶 现在在它的后面 还有mini LED 8K的超多分区 OLED和QD OLED 这些有着更高画质上限的新规门 够用肯定是够用了 顶级就谈不上 另外 这台索尼电视的画质改善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就是它针对PS5开发了HDR的自动亮度映射功能 首次接入PS5的时候 游戏机就会自动给出最佳的HDR的设置方案 就不用大家再去一项一项的调整了 那我们插上 插不过死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接口支持的情况 电视会自动识别游戏主机的接入进行自动调整 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VRR的支持还不是特别的好 普通增强格式4K60赫兹输入延迟是18毫秒 但是VRR开启之后输入延迟就提升到了22.3毫秒 还有就是在游戏模式测试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索尼另外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 就是它游戏模式的色准特别的好 那它的色准平均带带一值是1.4 γ值是2.185 可以说用这台索尼X90K来玩游戏 是可以很好的还原创作者的创作意图的 那对比起一大批游戏模式色准起飞的电视来说 索尼对于用户需求的把握还是那一个字 准 实际游戏的画面上和X90界比起来 索尼X90K的游戏画面亮度更高 色彩的更加准确 不管是对马岛中人物树叶岩石的色彩 还是非法22中求一草坪的颜色 地皮线5当中 去年索尼X90界评测出现的偏色问题 今年也都没有遇到 视频召唤18 暗产画面亮度改善也是一眼可见 所以可以这么说 这台电视的画质水平 尤其是在游戏方面 基本上已经接近索尼X95界的水准了 因此方面 索尼X90K也有所改变 比起X90界 我们去年给出比较难听的评价来 XR声场定位 多声道 屏幕声场 空间平和扬声器的加入 还是勉勉强强 可以接近去年X95界能听的水平 虽然面板有改善 声音其实给大家挤挤牙膏 索尼就已经觉得够慷慨的了 好了 那总结我们 对于这台索尼电视的评测 索尼X90K 它的画质提升的确是一眼可见 毕竟X95界的配置下放 加上索尼一贯很稳的调校风格 和自己比起来 算是牙膏即爆了 当然了 和小米雷鸟这些 拿规格说式的品牌来比 索尼X90K的确算不上是有性价比的 没法比 也不想比价格 画质方面 索尼X90K 很好的发挥了自己 自研画质芯片和画质优化的技术 继续保持了 和别的品牌的旗舰产品 一定的画质优势 甚至向上打一打 某些品牌的OLED电视 也都没问题 那在多年以后 X90K终于接棒了 传统液晶旗舰的定位 升级的音质和外观 再加上价格上的优势 那我们认为 它属于一款画质优秀 可以扛起索尼 普通液晶电视 大旗的电视 那我们给出 7.42分 暂时位列 我们2022电视画质排行榜 第三名的位置 不过 如果你需要购买 65英寸的电视 还需要留意一下 X95接的价格 居然会比 X90K更加便宜一些 所以大家对于 今年索尼的 迷你LED电视X95K OLED更新版 A90K和A80K 以及QD OLED的A95K 会不会有更多的期待呢 那一定要关注我们 我们会第一时间 给大家带来 深度的评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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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